那隊友沒有講到 熱的傳遞是靠 簡單來講是靠振動 它是靠鍋一樣 我們有分子電的振動 熱的振動很快 冷的是振動很慢 所以它靠在一起的時候 振動快的會影響振動慢的 會慢慢把這邊振動變成一致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假設這是一個物質 我這邊加熱 我這邊的分子電的振動非常快 我同樣的這個就會擴散出去 我這個振動的速度會慢慢擴散出去 同樣的我這個空氣是難的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空氣接觸的地方 不會把我這個振動的頻率也會傳遞給這個空氣 所以這個空氣慢慢會變熱 或者是說我這個冷空氣的振動 也會影響到它的振動 所以它會變得難 所以通常來講你可能這個長度做 我手外這邊我可能沒有感覺到這個熱度 因為傳遞過來的過程當中 很多都已經往外跑掉了 我們講這個跑掉事實上是說 這振動把能量傳到空氣上面去的 這振動把能量傳到空氣 所以它就散掉了 就這個傳遞來講這個速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速率 就是說當我這邊是溫度高 這邊是低的時候 我們說假的溫度是從能量從高到低 溫度的傳遞也是讓我們從高到低 那這是一個感動性的速度差 它傳遞能量的速度有多快 這個能量這個能量應該是功率 這邊對時間來看 所以功率會震比 就是它的低 就是震比這兩個之間的溫度差 就溫度越快了 溫度越高的時候 溫度差越大的時候 床越低越高 所以假設我現在有一杯水 我希望它降低到20度C 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放在20度C的環境之下 它大概都會降到20度C 不會變20度C 不會變20度C 它能量會把外面溫度可以上升 它實際上也需要很長的溫度 讓它平衡 那我如果想說這件事情 最簡單的事情 我就丟0塊 或者我把它放在比較冷的地方 可能是0度C的環境 它就很快掉下來 因為它溫度差比較大 它很快掉下來 而且可以平衡大概20度C 再把它拿出來就好 那這是靠傳遞 就是熱傳訊的部分 傳訊 這是靠接觸的部分 接觸是 這個很沒錯 那什麼是熱對流 我這邊如果說在燃燒 我這邊的空氣變熱 水變熱 液體變熱 液體變熱 液體變熱是不是體血浮上 那讓我們說體血浮上 空中密度變小 所以這邊的水就往上流 這邊水就浮上 這樣就浮上了 對不對 所以它慢慢就形成一個循環 那這循環形成的時候 會有助於它的擴散跟均勻 所以是熱對流來協助能量傳遞 但通常在講熱對流的話 我們不太會想說它的傳遞速度是多少 因為它是一個很混亂的情況下 到底誰傳給誰誰傳給誰 這不太容易分辨 這是對流的情況 但對流有助於熱傳遞 熱傳訊 我們要有助於這樣來處理 那熱對流比較容易看到的情況 只有在液體跟氣體 那我們平常都最常見的熱對流的情況 就是我們的氣候 天氣變冷天氣變熱 或冷高壓 熱冷低壓或封面 那以前 以前看天氣圖面 這邊有封面 封面形成的時候會比較有 這個下雨啊 或者是會有 天氣不好的情況 天氣變化去對的情況 為什麼 什麼是封面的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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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就是熱 高壓跟低壓接觸 對 這是假設高壓 低壓接觸 這地方就是封面 那高低壓接觸通常來講 這邊低壓通常是水氣多 對不對 溫度 溫度 高壓低 溫度高 對不對 那這邊就是相對的水氣少 然後溫度低 在這裡面 這那個點上 不見的會下雨 它只是溫度高 溫度高自然的 它可以溫度高 水氣多 在這裡面 不見的就是 什麼樣的天氣不好 這天氣 通常這天氣是好的 就是 有太陽 但是溫度低而已 通常就是還蠻不錯的天氣 這是蠻舒服的天氣 但這個地方因為 能熱高 能熱地 能熱空氣碰到水氣多 這邊水氣多 配方這邊就會下雨 這邊才下雨 這一區就才下雨 這封面路 那就是一種 像換個條件 這是一個熱對流的情形 因為我這邊有高壓 所以空氣往下 會比較下沉 這邊會低壓 低壓會一起上 所以它會往上流 這邊空氣會往上 然後再往下 然後會一直循環 會停泥循環 好 那這這樣子的地球在旋轉 所以這張整個地球的熱屏 是這樣的複雜的題目 好 這是第二個情況 這對流 那第三個情況就是 熱輻射 什麼是熱輻射 什麼是熱輻射 有熱就有紅外線 有熱就有紅外線 有熱就有 對 那為什麼有熱就有紅外線 對 對 對 你這樣講也可以 你這樣講也可以 OK 事實上就是一個 對這樣講是一個方式 就是說 基本上所有的分子 所有的原子 或所有的物質 它的電子 只要是能界在移動 它就放出光 就放出電子波 可能有可能不可進光 只要是電子在做能界上移動 就會放出 就浮射出光 那我們的物質 是一個很多樣化的東西 所以它的每個 浮射出來都會佔某個頻段 某個波段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能量 另外一個 剛剛一本講的是 所有東西都要在振動 像我們在最後一章 但這個 最後一章是講物質波 上十五周肌 它就是在放出浮射能 它只有一點點振動 它在放出浮射能 所以 所以只要是有一個溫度 它就會有一個 有振動 然後振動就放出浮射能 然後這浮射能的強弱 所以跟溫度成四次方便 就是我的功率啊 是正比溫度的四次方便 我的溫度越高 我所輻射強度越快 越強 我溫度越低 我輻射出來越弱 差別是溫度的四次方 那溫度四方便想 那我這邊是 10度C跟這個 20度C來講 20度C應該要強很多 它是跟絕對溫度 絕對溫度所以 20度C跟10度C 它差別只有差 270分之 270分之 上面是1 S嗎 這差一點點 沒有差很多 所以就會不會差很多 那用過 用攝氏溫度的話 就會覺得 那既然溫度的四次方 10度C跟20度C 就差16倍才可以 因為強度改變差16倍 那上面 它就跟絕對溫度成四次方便 OK 那這是 這是實驗的結果 這個 這個好像沒有看到 什麼樣的推論 經過推導 或是什麼樣的論證 說它可以到 系列四次方 我們剛才講 這翅膀 我們 過去的經驗來講 比如說像是 我們的 溫氧的平率跟 R平方 Gmm 對不對 R平方 有關係 R平方沒問題 它是破綻的面積比 所以它跟平方有關係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 我們跟翅膀 我們剛才是 2分之1 MV平方 這邊有平方 這平方怎麼來 這如果說 就我們 這平方的音次 這就是 這 這個代文叫音次 為人家音次 它就是一個order 它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翻譯 這邊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翻譯 它就是 我們講數學檔次 然後 它是 它是 講到MGH MGH MGH來講的話 我們這裡有 G是M S平方 H有個M 所以 合在一起 它就是B平方出現 速度平方出現 OK 它就是 從我們可以用單位簡單來講 它就是 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然後 我們什麼時候還有 出現翅膀 還有 相應加速度 A等於R平方之B 是嗎 是嗎 R axis 是不是B平方 A等於B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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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推倒出來的結果 但是就輻射熱的部分 輻射熱的部分 它的功率正比比T的四次方 這個你現在可以想像 它是現象 我們觀察它的現象 好 大概是熱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我們 如果可以思考一下是 就目前來講 常會遇到的皮膚 常會遇到的狀態 就是說 如果這東西混在一起 我怎麼去計算它 那這邊有一個東西 是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 是從那個能量熟的電力來調整 譬如說 我這是一杯水 200克的水 我的溫度是 80度C 好 那比這個 我現在放一個鐵塊 我是100克 重的東西 我的筆熱是 0.6 那我的溫度是 10度C 好 我放進去都 我問一下瓶溫度是多少 我們通常怎麼算 我們會假設最後的均衡溫度是多少 T' 好 所以 我們先 我們通常會 假設最後的均衡溫度是多少 好 對不對 T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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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乘上 乘上1 乘上1 乘200 會等於 T1-T T1-T 對吧 T2 乘0.6 乘18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出T1-T1 T1解出來之後就是平溫度 好了那如果是3個東西呢 我又放了 放了咖啡 不要放咖啡 咖啡很奇怪 放糖 不要放糖 放酒精 放酒精 酒精 50克 然後 13 水分度比較低 20度C 然後比的是0.9 那怎麼辦 誰先加 你不管啦 你知道3個加在一起 全部就是加在一起 哦 放一個什麼類似 嗯 就讓其中這兩件很好的一個東西 OK 所以你會 這個是放等號的左邊 等號的右邊會變什麼 T-T2 增加0.6 增加100 一樣 再加上 T-T3 乘0.9 乘50 這樣 這邊是酒精的 這邊是鐵的 是不是這樣 通常這個東西我們是假設什麼 假設溫度介於 溫度介於 溫度介於 介於 我們要猜這個溫度 20度C 80度C 10度C 所以這個假設 假設我們平衡溫度 介於20到80之間 對不對 如果是10到80之間的話 這個T' 減起來 T' 減起來 T3會變負的 對不對 這會變負的 對吧 好了 假設溫度 平衡溫度真的是 其實我不用 不在乎算出的結果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打個點討論 假設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是 真的 T'介於 10跟20之間 這樣的假設 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 我們 T' T' 那有什麼 T' 就這個假設 正常的假設是說 T' 介於80跟20之間 所以我們都這樣講 因為介於80跟20之間 在這邊來講 它是叫做 放熱 對不對 T1-T' 是大約 它是放熱 我們說放出多少能量 在這邊呢 它看到的是 T' -T2 它是吸熱 它吸收多少的能量 鐵吸收多少能量 然後這邊是 T' -T3 酒精吸收多少能量 然後這兩個 這個獅子要想什麼 你放出熱量 哪吸收熱量 所以我們都這樣假設 可是如果算出來的結果 代表什麼 算出來的結果發現 T'小於20 大於10 有沒有可能 當然就這個題目好像不太可能 我也可能是 我把這個 把這變大一點 150 或者就有可能 變200 如果把這變200 就有可能 可是我這樣講 這整個產品 是不是這種情況 是要發現說 在這月後變成 這個師父算可不可以小營 我這邊明明 我這邊是講放熱 這邊講吸熱 然後吸熱 想要給你什麼意思 就代表放熱 對不對 就代表放熱 所以把它移過來就可以 移過來 移降 又符了說 我這邊放熱放在一起 吸熱放在一起 就是一樣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再去看一個事情 我如果把它全部 既然這樣很 我全部都移過來 兩項都移過來 我必順便 T-Pound-T1 怎樣這些 加上 T-Pound-T2 怎樣這些 加上 T-Pound-T3 怎樣這些 等於什麼 0 這什麼意思 那一個是怎麼說 欸 對 一個是怎麼說 因為 沒有啊 他那個 七 我哪邊是寫錯的 沒有 好 好 那前面是 T-Pound-T1 我剛剛應該是 應該都把這移過來 把這移過來 把這移過來才變 T-Pound-T1 T-Pound-T1 就是 反正是不是全部移過來 就全部移過去 反正全部移過去 也是等於0嘛 對不對 等於0 等於你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熱量沒有 水 假設這邊代表放熱 這邊代表吸熱 全部移過來 就是代表什麼 總吸熱 吸熱的總和 三個成分的吸熱總和 可是三個放在一起 我們代表給它能量 不用 所以吸熱總和是0 我如果全部移到這邊來 表什麼 假設這邊全部講 所以我們C-1-T-Pound-T-2-T-2-T-P-1 這不是T-3-T-P-1 代表什麼 我全部在討論吸熱 那也是感受理它 誰比較小 假設有四個層分放在一起 五個層分放在一起 我再問他接在哪裡 你不用 全部用一個方式去寫 後面就有等個零 結論就是 你可以想總吸這為零 或總放這為零 就可以 他就概念這樣子 那這樣子題目還是很簡單啦 有時候還會討厭 你會再加上一個說 那假設我放的是冰塊 還在上冰塊的融化熱 所以你還在加上冰塊的本身的比熱 冰塊如果是負十度C的話 從負十度C 到零度C 他有一個吸熱嘛 對不對 他有一個比熱問題 所以他比較複雜 搭上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氣體 理想氣體方式是那邊 你沒有通通話 那個 那個